HM, 艾迪达斯, 哪个等国外品牌, 听了有些组织的谎言, 说以后不用新疆的棉花了, 又说新疆的棉花强迫劳动种出来的, 这就是整眼说瞎话一边胡缘, 跟这个新疆的实际情况完全不一致, 建筑就是无证生有。 大家好, 我是新疆玉利县农季集园, 我名字叫雅库福江土耳逊, 我们家之前有80亩的棉花地, 每年这个采棉花的季节, 新疆各地来的工人也有, 外地来的工人也有, 9月份,10月份,11月份,两到三个月之间, 有些棉花高手能挣到两三万块钱回家, 而且每年他们自愿到我这来, 捡棉花挣钱回家。 这两年新疆的棉花产业发展越来越快了, 就拿我们羽利县来说, 从立地播种到最后的采棉花,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部机械花。 现在我们家的80亩的棉花地留卷了, 之前建80亩的棉花需要二十个工人来建, 现在这个采棉地上去了, 或者不到两三个小时就采完了。 我也是现在从一个农民到这个农机合作时, 当一个农机机修院了。 我们羽利县的棉花要大面积的播种了, 我们已经保养、监修、农机机, 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大马里的极光平地机。 这就是整地机。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的播种机。 这个地方放地管带, 前面这个地方放地膜, 然后这个地方放种子, 种子从这个地方下去到这个地方。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化的采棉节。 主要份的时候就给它上场。